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它观赏的最大的看点 尾巴打开以后像蝴蝶一样 那么当然它在游动的时候可能稍稍的会顺平一些 那么当它静止或者倒退的时候 那个尾巴张的张力特别好 完全就像铺沉开在水里边盛开的花朵 我们俯视看的话就像是蝴蝶的翅膀一样 所以说叫做蝶尾 这是它名称的由来 我们中国的金鱼一共分为五个大的品类 草种 蚊种 龙种 所以说它的历史很古老 那么这个品类也非常多 这个非常适合于盆养 俯视 众所周知啊 我们中国的金鱼在早期啊 都是用盆或者说是木海 或是用瓦钢或者用石槽 总之无论哪种容器呢 它的观赏面只有一个 就是自上而下俯视 所以说呢 这个蝶尾金鱼 它的最好的欣赏角度就是俯视 那么蝶尾金鱼呢 可能不太适合于我们现代家居 在玻璃鱼缸测试去观赏 因为那样的话 那个蝴蝶的尾巴的效果呢 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观赏这个蝶尾金鱼呢 我们有这样的两个要点 第一个呢是尾巴 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个呢要看眼睛 那么在蝶尾金鱼当中 比较这个名贵的啊 比较难培育的 是龙鲸蝶尾 那么为什么叫龙鲸呢 就是它有两个 庞大而突出的眼睛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神话形象当中啊 龙的眼睛是庞大而突出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这个物种呢 做了一个联系 把这种鱼呢 称为龙鲸 龙的眼睛 那么兼具龙鲸和蝶尾 两个这个品类特征的蝶尾金鱼 是我们目前市场上 卖价比较高的 这个高端金鱼 那么针对于我们眼前的 这条複色的蝶尾金鱼来说呢 它是体色洁白 那么背鳍鳍鳍 以及尾鳍鳍 都是这个青紫色 那么很难得 它呢身体上这个很光滑 没有其他的杂色 那么但是呢 它的这个齐条 都非常的完整 这个颜色呢 覆盖的非常完整 所以说这种鱼呢 也是万里无一啊 很难得的一条金鱼 那么好 今天我们对大家介绍的 这个複色蝶尾金鱼 就到这里 这个複色蝶尾金鱼